卢东镇长参选人黄世超服务处今天相当热闹 黄世超邀请了新住民姐妹 县长参选人江聪渊 县议员刘天舞 以及县议员参选人谢嘉伦等人一起包纵 不只体验各国粽子的新奇包法 还高取粽子 其喊包纵冻蒜 预祝所有人年底选举过关当选 江聪渊包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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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天舞包纵 柳天舞包纵 建家人包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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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在于家庭的照顾 在社会的付出上面 做得非常的好 才有这种台湾的经济奇迹 社会成果 所以今天也利用这个过节的气氛 向我们各位姐妹新住民们 至上感谢之意 黄世超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让许多叫来台湾的新住民姐妹 已经两年多没有办法回乡探亲 而端午节将至 她今天特别邀请来自印尼 菲律宾越南的新住民朋友 跟台湾的婆婆妈妈 各自包自家的家乡粽来做交流 便也用母语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两年多以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她这些外配的外籍朋友 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国家去端午节 端午节节 所以我们今天服务处来 集办这段活动 希望能够让他们解乡丑 然后也鼓励大家能够走出阴霾 让疫情早日过去过正常生活 也在这边要祝福所有我们宜蘭的 我们流动的各位乡亲 端午节节快乐 我们新住民来到台湾 有很多的国家 印尼 越南 菲律宾 泰国 很多的国家嫁到台湾来 今天有个活动 让我们新住民的各国的 能体验到我们的台湾的 端午节快乐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现场家乡纵有来自印尼 菲律宾 越南 客家 以及台湾粽 风味外形都各有不同 像是越南的粽子 是用芭蕉叶包成的方形大粽子 以黄豆或是绿豆猪肉为馅料 至少要蒸煮四个小时以上才算完成 而各国的婆婆妈妈相互交流 提前感受过节的氛围 也体验到台湾的人情味 宜蘭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